千万别穿来路不明的衣服 大帅昨天穿了件小丑服后 现在不仅假发香在头皮扯都扯不下来 红鼻子也不管怎么用力打 都牢牢地粘在上面 就连身上的小丑服也压根脱不掉 他尝试用小刀把腕口割开 结果却把自己花得一手血 看得我都痛了 没办法 他又将小刀安在电钻上 想着割开衣领 谁知电钻一启动 衣服没事 刀柄却断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昨天是大帅儿子生日 但预约的小丑因临时有事来不了 为此身为包工头的大帅 想着在工程的古宅中找身装扮 这时他注意到角落里 摆放着一个箱子 等他打开之后 大帅就化身小丑出现在老儿子的派对上 可一夜狂欢过后 他却发现身上的假发和衣服 怎么扯都扯不下来 就连去上班都只能穿成这样 回家后他让老婆帮忙脱掉小丑服 只见对方拿起镊子 夹着他红鼻子就是一番使劲 随着几身散脚过后 红鼻子终于摘下 但却被家里的狗狗吞进了肚子 而大帅的鼻子也不停地直冒鲜血 就问你怕不怕 可即便如此 身上的假发和衣服还是脱不下来 于是大帅查阅古宅主人的信息 在一间服装仓库找到了对方 古宅主人是位老头 一见到大帅就边请他喝下午茶 边给他讲述小丑服的来源 在古时候 小丑是个长脚的恶魔 并根据记载 当时每过一个月 就会失踪一个孩子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恶魔小丑就成了传说 演变成了如今逗人笑的滑稽小丑 老头说完 大帅立马感到头晕眼花 直接昏迷了过去 等他醒后 却看到对方拿起菜刀 冲着自己脑袋就想砍去 大帅立马挣脱束缚 菜刀也砍外插到了肩膀上 他满脸问号人都傻 抓着老头就是一顿揍 谁知对方却说 这不是一件衣服 而是恶魔的皮肤和头发 只有砍手才能将其杀死 男人大帅想要引弹自尽 可开枪后 脑子崩出的不是血 而是一滩彩虹糖汁 并且没过几秒 他就活了过来 因为自从他穿了件 来路不明的小水服后 现在皮肤却和衣服融合在了一起 而此时大帅漫步在街头 他看到面前车里的两个小孩 却不禁咽了咽口水 但留有人类意识的他 转身就放弃了念头 跑进了树林里 硬是在桥底下睡了一晚 而此时的他 牙齿早已变得尖利 早晚下去 他就会变成恶魔小丑 并且大帅不敢回家 因为家里有儿子有老婆 他生怕自己伤害到他们 于是他坐着大巴 来到偏远地带的小旅馆 可就在开门时 旁边的小男孩叫住了他 饥饿的大帅看到新鲜的食物 都只能强忍着意志 连忙躲回房间 他不想伤害别人 为此在给老婆打去告别电话后 便举起手枪想要引弹 但见自己没死成 大帅这才明白 唯有砍手才是唯一的办法 他跑到杂货店 买来两台切割机 在固定好位置后 大帅便坐在椅子上 准备一头倒下去 哪知这时房门打开 他一分神就到歪了 原来是小男孩找过来 想给他送吃的 谁知两台切割机 互相逃脱 就是一眨眼时间 男孩就被误杀了 大帅看着地上的尸体 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 但当他闻到手上的鲜血后 却不禁舔尸了起来 他体内的恶魔逐渐觉醒 下一秒 便关上了门 想用起了美餐 没一会 老婆找了上门 对方一番苦口活心 说服了大帅回家 但他也有要求 那就是必须将自己 绑在地下室不给出去 可就在老婆出门上班时 学校里的儿子被校罢欺负 临时跑回了家 然而大帅逐渐被恶魔占据了意识 开始引诱儿子下来地下室 但他一看对方眼中的泪水 便问出了儿子遭人欺负 接着他让气给自己松绑 便跑去了校罢家中 儿子被欺负了怎么办 看看这个小丑爸爸 只见他来到校罢家中 猛地就往对方扑去 几秒不到 墙壁就沾满了鲜血 随后小丑躲到游乐场 开始大肆狩猎起来 这使老婆赶到 但原本还是正常人的大帅 现在却俨然一副怪物的模样 他小声低吼着 让对方带个孩子过来 因为只有这样 大帅就能恢复原样 否则就得一辈子成为恶魔 可想到孩子 老婆立马想到家中的儿子 他立马冲回家 却撞见老爸刚带着儿子回来 哪知就在两人谈话期间 小丑就猛地出现 将老爸直接处决 此时的小丑 已经头掌鸡脚 小丑浮香在皮肤 十足一副恶魔的样子 为了保护儿子 老婆赶紧将小丑引到一边 拿着狼头就是猛杂 但比起力量方面 自然是不胜对方 下一秒 他就被小丑掐住脖子 对方掀起他的上衣 在肚皮上不停滑动 原来老婆怀孕了 肚中的也是个孩子 他赶紧让儿子逃跑 但大门被锁 儿子只能躲在楼梯底下 然而小丑已经追上 可爱与体型过大 他根本就抓不到儿子 接着小丑走上楼梯 猛的就将楼梯砸烂 眼见危机关头 老婆背后一铁链 将其牢牢拷住 看小丑行动受阻 他拿起狼头就想处决 然而小丑十分狡猾 故意将生线装成大帅 让老婆放下杀心 趁着他跑去安慰儿子时 小丑就想猛的哭上 好在老婆终究当了个狠人 直接一锤将其成功抱头 而大帅也就这样 随着小丑一同死去 然而事后 哪怕大帅的尸体被拆分 但那件小丑服 却依旧完好无损 那么下一个受害者 又会是谁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小丑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